嗨嗨,我是Josh 棒球運動裡 投手的握球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即使是同一種球路 不同的球員可能就會有不同握法 就算握法一樣 不同人丟起來的效果 也會有所差異 今天我們來談談 大聯盟幾個有趣的球路握法 第一個要提的是我最喜歡的球員 神之右手 Pedro Martinez Pedro的神蹟不用我再贅述了 他最著名的球路是 變速球 Pedro說他一開始投的變速球 是掌心球 後來Pedro小禮夢時期的教練 認為他的變速球需要多一點的位移量 同時這位教練也發現 Pedro的手指的軟度夠好 因此讓他改投圈子變速球 這張圖就是Pedro實際的握法 Pedro跟這位教練學到了很多技巧 例如如何利用手指的移動 讓球路產生更大的位移量 或是如何降低變速球的速度 以及如何控制好這個球路 這些都是需要透過不斷練習的 後來Pedro的整個大聯盟生涯 他都是用這個握法 在丟變速球的 Pedro也透露了一個 關於他變速球的小秘密 那就是他的手指 Pedro的手指是Double Jointed 這個直接翻成中文 叫做雙關節 一般人的手指都只能往前彎 但是大家應該都看過 有些人的手指能夠往後彎 Pedro的手指就是屬於這種類型 這讓他的手指關節 有比其他球員更好的柔軟度 也就導致他能夠投出更特別的圈子變速球 不過Pedro最後強調 變速球的效果 跟你的快速球很有關係 如果你投不出好的快速球 變速球投得再好也沒有用 今天我們要談的第二個球員 是吳昇環 這位韓國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守護神 他最著名的球路 是四縫線直球 當年他要挑戰大聯盟的時候 曾經在訪問裡提過 他最大的優點就是直球 變化球只是為了要讓他的直球 更有威力而已 他的第一選項 絕對是直球 其實吳昇環四縫線直球的握球方式 還蠻特別的 跟我們一般印象中的直球握法不太一樣 吳昇環說他握球的時候 球跟手之間會留一些空間 他的大拇指會彎起來靠在球的側面 並且他在出手的那一刻 小拇指會稍微往上抬 關於這個特別的四縫線握球方式 吳昇環表示 這是他中學的教練教他的 不過他說講起來可能有點無聊 因為教練只告訴他 這樣投能讓你投更快 沒有跟他講過更細節的原因 吳昇環也只是照著這個方式練習之後 發現效果還不錯 就一直以這個方式投球了 即使是後來到了美國 他仍然是使用跟過去相同的握法 好啦 邊出菜邊做影片有點吃力啊 今天就講兩個球員就好 我是Josh 有些人問我是不是524 我只能說我讀高中的時候 用的英文名字是Al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